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節是加班的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我們的chatgroup 通常都是忠實支持者 早就已經進入了 其中一位 真的很忠實 他發了一條訊息 裡面就說 有一個新聞 講述 澳門 推出經濟房屋 他說 這個不是你的主張 因為經濟房屋澳門 完全是 跟我的很多年前 我想應該大約2016年左右 我們當時在節目裏面提出的經濟主張 就是 香港的居屋政策不是不對 不過他 到了最後 因為香港的房屋實在太值錢了 使得香港的居屋 成為賺錢的工具 失去了原有的意思 我當時就說 政府嘗試推出一些不賺錢的公屋 或者不賺錢的居屋 買的人一定少一半 甚至乎賣不完 澳門政府 肯定有聽了我們的節目 或者 裡面的官員是我們的長期支持者 所以呢 我們這位支持者 其實我也肯定他是一個很長期的支持者 我們說的話他全部都記得了 我當時提出的這個經濟主張 就是 政府造裝 建一些 居者有其屋 真真正正的居者有其屋 以低於市價 甚至乎以建築成本 以及很便宜的地價 甚至乎地價不用錢 用來 當作是一種資助性的房屋 賣給香港市民 當時我是說香港 而不是說澳門 賣給香港市民 例如一家屋 建的成本 我想是一千元呎左右 如果政府建樓 如果500呎就50萬 可能再加上水電 煤 裝置 要70萬 應該要100萬以下 很多人都負擔得起 也可以供 政府也可以給你分期付款 政府造裝 不過 你一生人只有一次這個機會 你可以賣給政府 不過只能夠原價 即是你70萬買回來 如果你將來要賣 就只能夠賣給政府 通常都是 賣的情況 肯定你 不可以 其實也不會賣的 怎麼不可以賣的 也不會賣的 這個地方是不會升值的 就變成沒有炒賣 純粹是自己住 如果賣這些房子 香港有機會是賣不完的 為什麼 居屋之所以如此吃香 因為居屋將來可以升值 會賺錢 那些人有一個升值預期 當你沒有升值預期的時候 就可以徹底解決那個住屋問題 因為你不是我們炒賣的 澳門 我覺得 我們聽眾也不少 當然啦 始終澳門人口不多 我們看看我們澳門的聽眾 佔1.5%左右 如果澳門 50萬人口計 有機會 是1.5% 當然不是啦 是以我們的base 我們30多萬訂閱 1%就是3,000多人 意思呢 應該是有 4、5千人左右 在澳門的聽眾 我們估計在澳門聽眾有4、5千人 佔澳門的人口有身份證的 不足1% 其實也不少啦 也有100人聽眾 有機會是 好了 我們就跟大家讀一讀 澳門經濟房屋申請的公報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激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 記得 LIKE和SHAR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已經開了 大家可以去搜尋 如果找不到就去我的Facebook 一定會有的 因為我每天都會分享 外面也會越來越多人分享 又或是進入我們星期二 自由總會 那個group 裡面也會長期分享我們 這個星期二得道的page 說回澳門 這宗新聞其實是來自7月12日 澳門的房屋局 發佈的 他說 2021年經濟房申請 由 今年的7月14日至11月12日 即是今天開始 為期四個月 即是給四個月的時間申請 補交文件日期是2021年 12月13日 即是到了13日 而12月還可以補文件 並首次接受電子方式申請 時次可以供申請購買的經屋 即是經濟房屋 將會建於新城A區的A1至A4 及A12 5個地段 合共有5254個單位 包括 242個一房單位 4478個兩房一廳 以及 534個三房一廳單位 佔一成 當然 要比較大的家庭 才會 才會 買得到三房 新城A區經濟房 這個示範單位 會在 明天起 預約給公眾參觀 詳細說一下他們這次 由行政長官批示 刊登了四份經濟房屋法的收入 以及淨資產限額 得分表 申請表 的模式 以及文件 以及出售經濟房屋的許可書 這個 其實是昨天已經生效了 今天可以正式申請 澳門特區政府 會在新城A區規劃28,000公屋單位 老大續推出 加上堵仔伟龍 經屋項目 望下捨屋 望得留 台山中階寫屋 以及無拉市社屋 未來公屋會有穩定供應量 相信可以滿足公屋需求 這次新修訂的經濟房屋法 首次公開申請 確立京屋永遠勝經 不具投資的屬性 購買京屋後 只可受回給房屋局 而出售價為扣入價 即是你只能夠原價賣給他 但是要扣 扣減還原工程等費用 單位售價由行政長官批示決定 尤其是需考慮地價 批地的日價金 建築和行政成本 京屋是長期自住用途 申請人和他的家屬 加團成員 必須長期在京屋單位內居住 如果沒有合理解釋 申請人和他的家屬成員 在京屋單位居住不足183天 就會被政府 罰款 留價5%至15%不等 如果不糾正 最後有機會被解除合同 確保公共資源合理使用 如果你不在那裏居住 甚至是租給人的 當然不行 因為這個是 是一個福利性的資助房屋 如果當地市民只能夠一身人擁有 可以享受一次 不可以有第二次 連同家團申請的申請人 是需要年滿18歲 個人申請的一個人 如果獨立申請就最少要23歲 太年輕就不可以申請了 申請人必須要澳門居留至少7年的永久性居民 僅申請人為單位的立約人 必須在提交申請期戒滿之前 即是2021年11月12日 前12個月內 最少要有183天在澳門 即是你一年裏面有半年在澳門才行 你不可以在外賺錢 申請人 以及其家團成員 亦都需要符合每月收入下限和上限 其實這個要求是對的 其實你建丁屋也需要在香港居住183天 你在香港也不居住 你有甚麼資格在香港建丁屋呢 澳門就比較合理一點點 每月收入 其實平均只在下面有 稍後我們讀一下 申請人和家族成員 10年內不可以擁有住宅民意 除繼承 除繼承外 申請人和其家族成員的配偶 須於 同一申請表 須於同一申請表 取得京屋或四里利息 四里利息補貼者 不得 申請京屋 以前有的就不可以再申請了 家人 取得人以外的家族成員 如果日後結婚 自己 自房屋交付10年後 即是你 即是你 即是你明天結婚 你也要等10年 即是收樓10年 才可以再申請 否則就等於濫用 這個也想得很周到 京屋申請已經改為 評分排序方式 名次就按最後得分 由高至低排列 起碼是評分 計算你的人口結構 有甚麼需要 家裏有沒有長者 殘疾人 未成年 是不是在澳門 永久性居民的比例 其實比香港好 香港 搞得又要抽獎 搞豬抽獎 根本 完全違反了意義 變成一種賭博 申請人的 有收入下限和上限 還有資產淨值 一個人的申請 最少要有12750元收入 下限來的最少 要不然你供不起房子 每月收入上限是38500元 很高 資產淨值限額是1254,900元 如果超過了資產就不虧申請 也挺寬鬆的 二人家庭至到七人都是同一個限制的 收入下限就有 兩人就是 19,207 19,207 三人就是26,000 四人就是28,490 五人就是30,209 六人就是35,500 七人或以上就是37,300 也很少有這麼大的家庭 但是收入上限 剛才說的下限是最少 上限 無論多少人的家庭 都是76,690元收入上限 這個就比較合乎 現在實際的環境 香港那些居屋 公屋 申請的資格 其實你 拿出來說是搞笑的 你拿中緩就差不多 如果不是拿中緩 根本沒有辦法在香港過活的那些標準 資產正值上限 兩個人的家庭 以上的全部都是劃一 不能超過250萬9800 整個家族 整個家族多於這副身家 就不可以申請了 因為你如果有那麼多資產 才能買到房子 不過 我們覺得 這個 京屋 如果他這個條件 未必會好好賣 因為他賣的價錢 我猜不會太便宜 如果是沒得升值的話 你如果賣超過100萬 我敢說 買的人一定很少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你這塊變了死錢 純粹是買了一間屋 當然他可以做按揭的 譬如說你問政府借錢買樓 不知政府有沒有借按揭給他 或者銀行也可以 如果銀行100萬就借30萬 也可能好一點 不用鎖住錢 每年供樓當交租 但是如果你要賣回市價 譬如說 外面市價400萬一個500呎單位 你賣200多萬 我相信買的人就 少很多了 因為 你這筆是死錢來的 紮住在這裏永遠都沒有 你賣不到出去 而且你 不會升值 只能夠賣回政府的經濟房屋 你去銀行借錢 或者將來你需要周轉借錢 也有難度 財仔 借給你 你也收不到你的房屋 也沒有辦法打你把的 是不會有人願意借錢的 這個問題 特區政府應該就沒有想到 但是 其實他已經想得很周到 我們看回 讀他裏面的內容 相對很周到 那麼他 比較符合現實一點 至少看回市民的需要 像香港政府的官僚 完全是融官垃圾 我們看到近幾年 澳門那個 官員的水平 顯著是比香港好 也不知為何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我相信香港也有大量的聽眾 甚至乎在政府公務員團隊裏面 司局長也可能有 當然這個白鶴也是經常聽開我們的 不過 他不會在香港推行 因為這個 是刺中大部分的地產商的利益 他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他一直都是官商勾結 不過這個慣例 接下來有機會打破 因為 大陸 現在 打擊這些房地產的手腕越來越強硬 接下來 就是要 一刀劈下去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